哈喽,亲爱的同学们,你们都来了吗? 我们今天有一场直播哟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好呀 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啥呢? 今天的主题是针对于2022年我们的初级执程考试 就初级会计实务这科 有一个班级叫做习题经讲班 我们会采用八次直播的方式 来带着大家呢,把我们今年的教材的内容进行一个梳理 先说说这个时间吧 大家看看离我们正式的考试还有多久啊 你们也会有一个倒数日的那个APP吧 下载一个倒数日的APP 然后我一看2022年初级考试还有43天 就跟第一场考试比啊 还有43天,你未必是第一场啊 如果您考出快呢,还有154天 其实我每次特别珍惜直播的时间 只有这个时间,咱们是同步的 我说还有43天 你就还有43天 我说还有一百五个四天 就还有一百五个四天 以前录播不行 录播我说还有一百五个四天 你听的时候可能就还有一百四十四天 是不是? 那咱现在可以规划一下啊 我最后选择 我觉得咱们这个习题经讲班 用直播的方式挺好 因为可以在最后这几十天备考的日子里 总跟大家互动见面 然后呢,您可能就有点动力 有时候经常会问 这几十天有用吗? 还考得过吗? 我跟你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段时间绝对有用 绝对能保护我 而且我们虽然说今年的教材 这两颗内容都有所增加 当然也会有所减少 你经济法基础里面也删了一些 就是从初级会计实务来讲 内容确实多了 但是难度不会上升的 反而会下降 您就听我的 只要报上名了 从现在开始听基础班都来得及 都来得及 当然我们今天要开的这个班 可是个习题班了 就是我会通过题带着这个点 告诉您会考到哪些 如果您往年考过初级的话 你可能知道 其实不管是初级会计实务 还是我给大家讲那个助快税法 我觉得我的习题班都还是挺管用的 习题班里面的题目 如果保证每道题都会做了 百分之百能过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现在 今天我的这个计划 是给大家讲第一章和第二章 这两章内容呢 其实就是我们原来的一章 他讲的都是会计最基本的原理 对吧 然后您要问我这两章 一共考多少分 我还真说不好 您看啊 这是我们的官方教材 您看第一章讲的是概述 第二章讲的是会计基础 嗯 正常来讲 我认为这两章啊 能考到百分之十五的分值 能考到百分之十五 但是他大头真正考分多的是在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我觉得这些加起来 应该有百分之百分之七十五 啊 百分之七十五 然后百分之十五加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百分之九十了吧 然后还有百分之十 考的财务报告 所以说我们呃 相当于是今天用一次课的时间 你看我们用一次课的时间 给大家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完 然后再用一次课的时间 给大家讲第八章 那相当于两次课没了吧 我们一共是八次课 减掉两次课 还有六次课 那么六次课当中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 讲这个 讲这三章 而对不对 讲这五章 三四五六七 整个这个习题班的设置 时间是绝对够用的 充裕 只是您看看能不能跟着我们的节奏 把这些题目都掌握了 在在讲基础班的时候 我是帮着大家把面铺开了 比如说跟您说 我们怎么学会计 买个基本准则 买个具体准则等等 然后怎么去学习这些准则的具体内容 但是现在毕竟我们是为了要考试了吗 就开始收网 收网的时候 我们所有考过的历年真题 每道题都重要 都算书 尤其初期考试啊 您在考场上见到历年真题的机会 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呢 我们在第一章 学习的时候呢 有一个最后两节 第四节讲的是 会计的职业道德 然后第五节 内部控制基础 我不建议大家 现在学这两节 如果您说我现在正在 刚开始学基础班 那么第一章当中 你把后两节先甩开 把后两节甩开 因为它的实效性太强 就是完全死基硬背 什么时候呢 我们到考试之前 有一个考前五天提示 在那个考前五天提示里面 我会告诉您 离考试就还有五六天的时间 你把这个够背下来 然后这个分一分都跑不了 他在这要考的话 一点理解性的都没有 全是靠死基硬背 所以您现在这个阶段 如果正在学基础班的话 第一章的后两节不要去学了 其实现在在习题班的这个角度 第一章后两节 也不需要做练习了 就靠你最后我给你梳理出来 哪些是需要你背下来的 你背来上考场就完了 然后其他的内容也没什么了 习题班的题目 都是我们自己整理出来的 你还哪的都没有 只有我们今天直播完以后 转成录播 大家说有回放吗 有回放 您要如果买了我们的课的话 您在录播那个习题经讲班里面 就会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 然后呢您就能下载讲义了 也就是说最后我告诉您 只要保证把我习题经讲班里面的所有题目 每道题做上它三遍 肯定能过 而且我给您一道一道题的进行解释 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有一些稍微详细一点 比如说特别重要的点 我们可能就会解释的稍微详细一点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你也可以直接跟我沟通 当然我们现在在讲的过程当中呢 就先不回答问题了 我先把今天要讲的题目讲完 正常来讲我们最关键的是第二次课 因为第二次课我要从第三章 开始给您讲了流动资产 然后接下来就是非流动资产 您应该知道啊 初级考试当中最最核心的点 其实就是考核会计的六大要素 那么这六大要素 我是在这个基础经讲班里面 已经掰开了揉碎了给您进行讲解的 就是即使您初级考完以后 您在今儿到中级呢 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大的难度 因为很多点我们铺开了 只不过是到中级针对具体的问题 人家有具体的准则 有具体的要求 您就按人家要求就完了 这就这么简单 所以理论还是挺重要的 基础不劳地动山摇 对吗 好 大家跟我来看啊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主题就是习题经讲班的第一次课 我们一共给大家安排了八次课 一共安排了八次课 那么本班次的宗旨是什么呢 我们是帮着大家找出考点 然后讲解跟这个考点匹配的习题 然后大家能够做到举一反三 就是所谓的举一反三 不需要你辐射面太广啊 就是是属于还是不属于啊等等 你这个能分辨 有些人将说我就是做了你的题子没过呀 你别背我的题目的答案 这不是背下来的 答案是需要你自己写出来的 三遍是要自己写出三遍 为什么是ACD B为什么不选 你要知道的对吧 所以你自己要做成融会贯通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 如果说新教材基础班是面面俱到 我们真的是在新教材基础班里 所有的点都给大家讲到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七题经讲班 就是点到为止 我点到我告诉你这个点 他会考虑 你把它弄会了就行了 你说我实在弄不会 比如说我们在讲到 非流动资产的时候 讲到固定资产的 计题折旧额的方式 什么直线法呀 双倍约地减法呀 我讲题肯定不会太慢 我就咔咔咔讲完了 你说我不会 回到前面咱们的新教材基础班里面 你就专门听这一嘎的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专门听它呢 因为题目设计了就是考点 那就是上考场很容易遇到的题 你不得再考前把它弄会了吗 就这么简单 对吧 那么我们马上就进入到 习题经讲班里面的第一章 它叫概述 然后我们说了整个这一章 一共讲了五节内容 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说 先来说第一节 第一节的名字叫做会计的概念 会计的职能和会计的目标吧 那么在这一节里面 我们需要掌握哪些点呢 其实什么叫会计 倒并不重要了 是最最重要的 其实是会计的什么职能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啊 其实你现在也没见过这题吧 你没有见过这个题 你就可以自己跟着我们做一下 他说在会计的职能当中 属于基本职能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吧 会计你可以什么什么都不会 但是最两个最基本的职能 你是必须要会的 一个是你得会核算 一个是你得会帮着老板去监督 那么核算你要知道 它是有动作的 先确认就是定性 再计量就是定数 然后再记录就是写下来 然后再报告就是给大伙看 对吗 所以您看一下 他问属于基本职能的 A 实施会计的监督 B 预测经济前景 C 参与现在的经济决策 D 评价经营业绩 这道题特别典型 你别看它简单 年年考 你要知道 B C D 一个是表示过去 还表示现在 现在是什么 参与 我现在就参与经济决策 过去现在和将来 将来是什么 预测经济前景 这三个全是什么 全是拓展出来的 但题目问的是 基本的 最原始的 那就应该选的是A了 看见了吗 选项B C D 都属于拓展职能 最基本的职能 两个 一个是核算 一个是监督 那我要问你 核算和监督哪一个是 最重要的 哪一个是基础 核算呀 如果不让你会计核算的话 你根本就看不见这些原始凭证 没有人拿原始凭证 找你来报销来啊 你又怎么能替老板去监督这些经济业务 是不是合理呀 所以核算肯定是最基础的 对吧 好 这条题你要知道啊 哪些是基本职能 两个 哪些是拓展职能 三个 这五个职能要分清 然后在这一节当中 你看我们又考过这样多项选择题 他说下列各项当中属于会计 两个最基本的职能 核算和监督吗 他说了是属于会计监督职能当中 那个合理不合理的监督 大家想我们在监督的时候 是不是要监督它合法不合法 还要监督它什么 合理不合理 这条题考的是属于会计监督 合理性审查的是什么 哪些合理不合理 A是否符合我们单位的经营管理方面的要求 合理不合理 然后B是否能够实现我们的预算目标 在合理不合理的面上是最宽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合法不合法 它是有单一规定的 那就拿法律规定来进行衡量 但是合理不合理 有人认为合理有人认为不合理 所以它面是最广的 您看一下是否能够实现我们单位的预算目标 那就是符合预算目标的就合理 不符合预算目标的 那花的太多了就不合理呗 再来说一下C 是否符合特定的财务收支计划 我们都定下来了 我们的财务收是怎么收 支是怎么收 只要你违背了我们财务收支计划 就是不合理的呀 然后再看D 是否符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 所谓的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就是 我们把这东西卖出去 客观规律你就应该给我们钱呀 如果你还不给我们钱的话 那我们得监督 哎呦坏了 买咱东西的是个骗子 你看你一下子就能够 从是否合理的角度来 就能监督出来 别卖给他了 所以像这样的题目 你就记住 但凡是问监督当中的合理性 给什么都选 ABCD都应该选 ABCD都应该选 好接着在这就这个题目 稍微考的点偏了 你把这个答案记下来 如果要是考到的话 会会做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 您再看这个题 下列关于会计职能 关系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什么 会计的职能 A说了会计的核算职能 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 核算 然后B说了会计的监督 是会计核算职能的一个基础 他说会计的监督职能 是会计核算职能的基础 您看他说的对吗 C会计的拓展职能 说只包括预测经济前景 我刚说过 拓展职能 他包括对过去的评价 对现在做决策 对将来做预测 他竟然说只包括预测 那他这个指字就不对了呗 再来看D说 会计的监督 是会计核算的质量保证 没错 你看你做会计的监督了 你监督的合法吗 合法 我监督他们都合法了 因为我这一监督 他们不光合法 他们还合理了 你看 是不是会计的监督 就是我们会计核算出 这些资料的质量保证啊 那我们这核算出来的质量 又合法又合理啊 又真实又可靠啊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道题他问的是正确答案 您说选什么 A 会计核算职能 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 没错吧 核算就是最基本的职能 所以应该选的是A和D 您看选项B 首先会计核算是会计监督的基础 会计监督呢 又是对会计核算质量的保证 就是谁是基础 谁是做保驾护航的 您得分的清楚 再来看选项C 会计的拓展职能 包括预测将来的 现在参与决策评价过去的 你看在整个第一节里面 反反复复的在讲 在考会计的职能问题 对吧 在反反复复在考会计的职能 好第一章当中的第一节 您就记住了职能是考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 讲的是会计的基本假设和会计的基础 那您还能回忆出来吗 会计一共有几个基本假设 四个 这四个基本假设都挺重要的 但是出题的概率不是都高 您想啊 我们每年考试就这么几十道题量 不可能全本教材哪哪都能出上题 但是您在基础版里面学到的 会计四个基本假设 第一会计主体 第二持续经营 第三会计分期 第四货币计量 一个都不能少 正因为会计分期了 你看就会分成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 老祖宗也给我们分期了吧 老祖宗给我们分成了 什么公元前多少年 我们现在是公元后多少年 我们现在是公元后的二零二二年 什么三月二十五号 那么也给我们分了 分年是二零二二年 而且是二零二二年的三月分 你看是不是老祖宗也给我们分期了 那么会计里面也不能说几百年 几千年就算一期也得分吗 不是跟我们的 我们说会计的这个起期日期 跟我们的这个公历就一致了吗 所以你看是不是因为这个会计分期了 就分成本期或者分成本年或者分成本月 那有本月三月份就是本月 那二月份就是上月 那四月份就是下月 不就这么简单吗 所以正因为会计分了期了 跟老祖宗给我们分的这个公历是一样的 就分成了本期和非本期 那么有了本期和非本期 一个具体的经济也有发生以后 我到底确认不确认收入呢 那就看你当国是怎么规定的 比如说中国我们的基本准则说了 要用全责发生制 哪怕没有收到一分钱 如果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你得确认不就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在提到会计基础的时候 就两个一个叫全责发生制的会计基础 一个叫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基础 本着最公平最合理的 其实就应该用全责发生制 不能完全这个跟踪钱 所以有人说哎呀你这个人掉钱眼里了 不能完全掉钱眼里 一旦掉钱眼里很多事情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全责发生制说的是最公平最合理的 你看怎么体现出最公平最合理啊 比如说我现在是华为公司的销售总监 我从十年前到了华为公司 一直到今天 然后呢在我当这个销售总监期间 我卖的货最多 比如说我三月份 我到三月三十一号 可能华为就把我调走了 对吧 然后就又来了一个新的销售总监 但是我在三月三十号的时候 然后我还帮着华为 卖出去的一个最大笔 几十亿的这么一笔销售业务 只不过人家买方一时两会儿 钱到不了位 可能得六月份给钱 但是这是我不懈的努力 帮华为公司销售出去的 那我刚销售去 转过天来 我就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了 下一个销售总监上来了 他比如说四月一号上任 然后六月份就收到了这些钱 难道把这个业绩寄到下一个销售总监身上吗 你要寄到下一个销售总监身上 对我 你说有没有打击 那是我把这个业务谈成的 我把这个合同促成的 所以本着全责发声制的会计基础 就是我们现在签合同 同时满足了五个条件了 只不过就是人对方钱还没有到位 那也要寄到收入 所以一代总有收入 一看货 当时的销售总监 王总 这不就寄到本来该寄的那个人身上了吗 所以全责发声制 为什么被世界很多国家 越是文明的发达的国家 越使用 因为它确实符合这个客观规律啊 不然的话 什么时候收钱 什么时候确实收入的话 那原来做做出所有努力的人 以后就不想这么干了 对吧 好了解一下这个事啊 那么在这儿呢 大家跟我看 我们在第二节里面 比较爱考的 其实就是关于全责发声制的问题 你来看 单项选择题 他说下列会计处理方法当中 符合全责发声制基础的 其实所谓的基础就是 会计基础嘛 就会计你现在做账不做账呀 那你要知道啊 这个全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收入 然后责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费用 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 全指的就是收入 或者收益 反正就是好事 责指的就是费用 或者是一种损失 那好 不管是收益 不管是损失 我们都看他发生没发生 这个事本身 我们根本不看他 是不是钱收到了 是不是钱此时此时 花出去了 不看钱 那么接下来你看 符合全责发声制的 是谁呢 A说了 销售产品的收入 说只有在收到款项时 才予以确认 那也就是说 我什么时候代主营业务收入呢 什么时候人家给我毛爷爷了 我什么时候代主营业务收入 那也就是说 我作为上一届销售总监已经走了 下一个销售总监来 他收到钱了 然后就他收到钱那时候 代主营业务收入 但你问题是六月份收到钱 他的销售总监已经变成下一个人了 明明不是他努力的结果 凭什么接到他的头上啊 这就是收复实现制的缺陷 不行 所以您看这个不符合全责发声制 这叫收复实现制了 那么收复实现制什么时候会用呢 比如说 当然我们今天教材大量删减的就是政府单位 因为政府单位吧 你这个局长现在当司法局局长 你那个局长当司法局局长 其实无所谓 你都是行使你的行政管理权而已 寄到谁头上都无所谓 都是替国家来管这些事就完了 所以他就不太体现这种权责的概念 所以政府单位啊 事业单位啊 他们的预算会计 用的都是收复实现制 对吧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B 他说产品已经销售了 并且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什么叫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呢 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买卖双方都认可 然后各自的权利义务都明白 然后支付条款写的倍儿好 然后具有商业实质 一个是真卖 一个是真买 另外作为卖方来想 很可能这个钱就收回 而且同时满足这五条件之后 商品的控制权已经到达了 买方手里了 那么这时候作为卖方来讲 你就应该带住有收入了 你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了 你说我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我也不确认行吗 不行 满足了还不确认 税务局非弄死你不可 因为你确认了主营业务收入 马上就会截转主营业务成本 那么你的营业利润就出来了 你要因此去交企业所得税 而且你确认了主营业务收入了 你的增值税的纳税一五也就产生了 那么此时你可能增值税的纳税一五也就也该交了 所以该确认的时候就得确认 明白 好 您看一下 他说产品已经销售并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货款没有收到也应该确认收入 对不对呢 完全正确 他确实体现的就是全责罚上制 再来看一下C 他说厂房的租金只有在支付时才会记录到当期的费用 那不对 当我们在支付厂房租金的时候 有的是上打租 就是人家出租方很牛 让我们还没还没进入到2023年了 人家说了啊 你现在就赶紧把2023年全年的租金付了吧 一共12万 其实我现在就付了 我在此时此刻付的时候 就寄到我2022年的费用里面 您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所以还是本着全责发生制 我们现在就是个预付而已 就是个预付而已 所以真正寄到哪 真正寄到2023年的1月和 1月到12月每个月承担1万块钱 所以你看厂房租金只有在支付时 记录当期费用 不对 不能在支付时 记录到我当期的费用 哪个月承担 这笔租金是支付哪个月的 哪个月来承担 对吧 所以这肯定不对 然后再看一下D 职工薪酬只能在支付给职工时 记录到当期费用 职工薪酬 他说只能在支付给职工时 记录当期的费用 其实不对 你还记得我们在讲第 给大家讲第五章 应付职工薪酬 再讲到一个 累积带薪缺勤 你还记得吗 在讲到累积带薪缺勤的时候 我们就说比如说李总 他在2021年 一天年假都没歇 但是人家打算把他的年假 休在2022年 本来他每年是5天的年假 他想2022年歇10天 就把上一年的都歇了 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 他相当于是多歇了5天 是歇上一年的吧 那你作为你公司来讲 你别看人多歇这5天 歇的是上一年的 所以工资你一分不敢扣 但是你会发现 是不是在2021年12月31号的时候 财务人员把 已经把这5天的工资 寄到了2021年的销售费用 或者管理费用里面去了 也就是说 像我们在基础班里 给大家讲的 短期带薪缺勤的那种 这个这个这个累积的 其实体现的就是全责发承制 费用寄到了上一年 支付这5天的工资的时候 是在下一年 所以他说职工薪酬 只能在支付给职工时 就挡起费用 不是 其实计入到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是上年年末就已经计入了 然后下一年才支付的 所以这句话肯定也是不对的 那应该选什么呀 你看只能选的是B 选项A C D 全都是符合的收付实现值 但是我们国家企业快准则 基本准则是不允许用收付实现值的 都得用全责发承制 你会发现第一章和第二章 讲的所有的内容有点空 等你学第三章到第七章的时候 好像很多内容都能够运用起来了 比如说刚才说的 应付职工薪酬 那个累计带薪缺勤 就是提到了这个 不是说直接付这5天的工资的时候 才寄费用 其实早就在上一年末 已经寄到销售费用里面去了 对吧 那么这小题一看就是选B呗 接着我们来看判断题 他说由于有了持续经营 这个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 才产生了当期与其他期间的区别 从而就会出现了 到底是用全责发生制呢 还是应该用收付实现制的区别 对不对呢 四个基本假设 第一个会计主体 它是表示一个空间范围 然后就是持续经营 然后就是会计分期 我们说 由于有了什么 由于有了会计分期 这个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 第三个基本假设 分期了嘛 才分成是本期还是上期还是下期吗 才会分成当期和其他期间 那么才会出现全责发生制 跟收付实现制 对吧 比如说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在这还挺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公司 说一定要在对他有美好的愿景 你不能说他还有三年两载 就破产清算了 因为如果你走进这个公司 你是他的会计 你认为他还有三年两载 就要破产清算了 那么他如果此时此刻 正好买进来一个大型的设备 你到底对这个设备按多少年来 具体折旧啊 那你不能违背良心呢 你说我一进来 我就发现最多两年半 他就破产了 那你正常应该按两年半 为这个设备来具体折旧啊 如果这个设备是一百万的话 那应该处于两年半 一年提多少钱的折旧额 对吗 但是税务局是不认可的 税务局说了 那机器设备 你最少 你也得给我按十年来提取折旧额 所以你会发现是不是 企业的会计在这一点上 跟税务局就打架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让你打架 说什么 你要不就别进这个公司 你要进这个公司 你就要对它有美好的愿景 你认为它是持续经营下去的 那么这个持续 一定是跟税务局保持一致 税务局认为 它能活一百年 那你得认为它还活一百年 所以税务局 你看我们在讲到企业 就您在经济法技术里面 学企业所得税 你企业买的什么房屋啊 建筑物啊 最少折旧年限都是20年 还有什么机器啊设备啊 什么电子设备啊等等啊 电子设备最少是三年 所以税务局 都是对这个企业 持有很美好的愿景 为什么 因为税务局 防止你计题折旧的时候 折旧年限太短 折旧年限越短 每年的折旧额越大 每年的折旧额越大 每年的费用就会越多 费用越多 每年的应纳税额就会越少 所以税务局 他怕你因此而少给他 交企业损的税 他就 他认为你是一个持续经营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相当于是会计要跟税务局靠拢 持续经营 但是这一持续经营 打你从进这个公司来 你就说了 我比税务局想的海员 我认为这个公司还能活200年 那你就会认为 那他到200年 肯定他就破产清算了 到他破产清算那天 我再给他好好干吧 行吗 不行 这时候老板不干呢 老板说了 合算你200年以后才替我干活 现在来了就白吃白喝呀 那你赶紧回家吧 就把你给轰走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想 哎呀不行 怎么办呢 那老板就说了 你不是有美好的假设吗 持续经营吗 但是我需要你给我干活 怎么办 在持续经营基础上 我人为的分期 老板就人为的分成什么 年呢 半年呀 季度啊 月呀等等 对吧 那你比如说 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 我作为一个企业 我卖出去了电脑 1000万的 但是对方把我的货收走以后 还没给我钱 今天可是3月25号 那么比如说过了几天 就到了3月31号 你看啊 比如说就是今天 3月 这是3月25号 这是3月31号 您知道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 3月31号 我还是没有收到钱 但是我和买方 我的合同已经满足了五个条件了 商品的控制权 就电脑控制权 已经到了买方手里了 那么此时此刻就问大家 3月31号 我到底确认收入 还是不确认收入 钱是肯定没有收到的 那就取决于 我们是不是中国境内的企业 是中国境内的企业 就得用基本准则 基本准则 让你用全责发生制 意味着什么 只要合同满足五个条件 商品的控制权到了买方手里 即使没有收到钱 3月31号那天 也得给我带住你有收入 带应交税费 应交赠资税 肖像税额借应收账款 能理解吧 但是如果我们国家说了不是全责发生制 用收付实现制 那就问大家3月31号还确认吗 不确认收入了 那可能4月9号给我钱 什么时候给我钱 我收付确认收入 不就这意思吗 所以全责发生制 跟收付实现制 特别特别重要 你得知道 我们到期末的时候 对这一期间里发生了这些事 只要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了 哪怕一分钱没有收到 月底也得给我确认收入 不确认收入 就违背了基本指责了 所以您看他说 从而出现了全责发生制 跟收付实现制 这句话一看 错 错在哪 错在这儿了 看见了吗 由于有了会计分期 才确实这句话就是对的了 这个问题非常之重要 四个基本假设 特别爱考的是会计分期 看出来了吧 特别爱考会计分期 好 那么第二节 我们就算说完了 这些都是拎出来点 掌握它就够了 你不用大面积再去看了 即使你基础办案没听 你也就这些点回去再听 就完了 然后再看第三节 关于会计信息的账要求 会计信息账要求 一共是几个 一共是八个 但是比较爱考的是什么呢 谨慎性 您看我们从第三节就开始为 这个应收账款呢 应收票据啊 来计提什么 坏账准备 为存货来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然后第四章 为固形资产计提 固形资产的减着准备 为无形资产计提 无形资产减着准备 就是这些通通都是体现出 我们很谨慎 我们不高估资产 对吧 所以谨慎性是特别爱考 而且运用的是特别特别广泛的 大家看这个题 下列各项当中 体现谨慎性会计信息账要求的是哪个 A说了 这个企业对它的固定资产按直线法 具体折旧 您看 具体折旧啊 就是把企业曾经花出去的一百万块钱 在几年之内用费用的方式体现出来 以此来减少他们应该去交的企业所得税 而且以此来体现他们真正赚了多少钱 这个折旧很重要 比如说我就是企业老板 我现在买了一个设备进来 这个设备花了一百万块钱 我做矿泉水的能生产出一百万瓶矿泉水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 比如说我这个月 我就开始生产 生产出三十万瓶 看着啊 生产出三十万瓶矿泉水 然后每瓶矿泉水啊 它的水钱是四毛钱 0.4元 人工钱呢 是0.3元 然后每水电钱呢 是0.1元 大家看看啊 我现在就是卖出去了三十万瓶 这时候我肯定要让我的会计去给我算 我说咱给人家报价 报多少钱呀 人家订货订三十万瓶 比如说冬奥会 找咱们订三十万瓶矿泉水 咱怎么给人家定价呀 那会计肯定说了 一瓶矿泉水 料工费吧 这不就是料工费吗 四毛钱加上三毛钱 七毛 七毛再加上一毛 得八毛钱 那就问我 老板你想挣多少钱 我说我想挣两毛钱 那好 八毛钱加上两毛钱 他就说了 老板咱们定价一元 你看 这相当于是本钱是八毛 我挣两毛 定价一块钱 这时候我当老板呢 我都比这会计还强 我说你这一脑瓜的酱子 哦 我想挣两毛钱 然后你就给我定 一块钱 那老子现在投资了一百万 这一百万块钱 只能生产出一百万瓶水呀 这个设备只能生产出一百万瓶水呀 那我们是不是相对这个设备 每做出这一瓶水来 他还有一个本钱是一块钱呀 这一块钱你不给我往里寄呀 你不给我往里寄 我这三十万瓶水里面就不包括呀 那我卖给人冬奥会了 人家就给了我 你按一块钱一瓶给三十万块钱 那我这个损 那我这个损耗往哪去找啊 所以你看 是不是我们要为买的设备来集体折旧 折旧就是一种费用 那么这个费用往哪寄呀 就应该往成本里面去寄嘛 所以花了一百万块钱 买了个设备能做出一百万瓶水 一瓶水合一块钱 那相当于是我们的成本料工费 加起来是八毛 再加上一块一块八 一块八我还想挣两毛 相当于是我得卖两块钱 我才能真正的卖出一瓶水 把我的料工费收回来 把我每台设备的折旧我 一块钱也收回来 是吧 那么在这里面 你看A选项说了是 固定资产按直线法继续折旧 就是正常按它的使用速度来继续折旧 这是用正常的方式 它并没有很谨慎 就正常的按直线法 就应该这样算它的折旧额 但是什么情况下 就体验出这个企业很谨慎了呢 谨慎是什么 不高顾资产 反而我们要使资产的价值下降 就是我们讲到的 固定资产的双倍余额递减法 和年售总和法 我们当时在基础版讲过 这两种方法 在前几年算穿那个折旧额 它都不是一瓶一块钱了 它可能一瓶都喝两块钱了 那么折旧额越多 这个设备给报表省人 报送那个价值就会越低 所以体现的我们就越谨慎 所以在这里面A选项 按直线法进行折旧 它不谨慎 它是正常匀速的设置 没有什么谨慎的含义 然后接着再看一下B 他说这个企业对低值的 一号品金额比较小的 在领用的时候一次性 就让成本费用 我们说这个低值一号品 你知道吗 是我们的周转材料里面 周转材料就跟原材料是并列的 对吧 都属于材料类的吗 周转材料里面分成包装物 还分成低值一号品 如果一个饭馆 它的低值一号品 就是碟子碗等等 金额比较小 这次就买了200块钱的碟子碗 那么一次性 就给它进入到我们的费用 或者成本里面去了 它体现的是什么 重要不重要 因为钱太少了 所以一次性进成本费用 体现的是什么 重要性 不是特别重要 所以它也不是谨慎性 然后再接着往下看 C 说对售出的商品 很可能发生的保修义务 我们要确认一个预计负债 当然这个预计负债 其实我们在初级根本没有真正的讲 到中级您才会涉及 就是我们当时在卖的时候 卖方 或者叫销售人员 已经夸下海口了 说你买吧 买完以后啊 几百年之内 坏了我们都给你修 那你就得想 以后你的维修义务 会很很大的 你在维修工程当中 你会花很多人工钱 修理的师傅 要工资呀 还有你修理工程当中会有原材料钱等等 所以你现在我们就会预计 你卖出去这多 就这么多东西 根据我们的产品的质量 我们自己心里有个数吧 大概其我们将来得花多少钱的费用 所以这就是一种预计的负债 这个确实体现出谨慎不谨慎了 谨慎不谨慎 我先把这个负债就预计出来了 很谨慎 对吧 所以大家看一下 对售出商品很可能发生的保修义务 确认为预计负债就谨慎 再来看一下 当存货的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时 既提存货的跌价准备 存货这个内容啊 很多人觉得它麻烦 你想啊 一个企业 正常的一个企业 它能有几个固定资产呀 它可能连无性资产都没有 但是任何一个企业 它少不了存货 少不了原材料 少不了库存商品 所以存货当然是最麻烦的 它内容最庞杂嘛 但是考试也是总涉及的 而且我们说 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 什么时候 说的都是资产负债表日 就是1月31号 2月28号 我们要给报表使用人提供 我们现在资产负债情况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成本 就是想象出我们花钱 多少钱买的 比如说我们当时 存货的成本 是37万块钱买的 但是到了3月31号的时候 它还值31块钱 就问大家 此时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就应该本周 会计信息 这张要求里面的谨慎性 为它既提存货 跌价准备 所以你看既提存货 跌价准备 多少钱呢 有人说了多少钱 6万块钱 不对 不能说是6万块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得知道 此时此刻 你们曾经被存货 既提过 没既提过 存货跌价准备 那如果你看 原来为它既提过 3万块钱的存货跌价准备 那现在呢 哦 原来花37万买的 现在可变现净值31 差6万 原来提过3万是吗 那好 我再提3万就OK了 所以存货跌价准备 跟原材料一样 都是资产类的账户 它们都是有余额的 我们在既提到底多少钱的时候 一定要看看存货跌价准备 本身里头有多少钱 它本身里面有多少钱 差多少钱 再补多少钱就完了 能理解这意思哈 所以你知道 既提存货地下准备 它也是很谨慎的 不高估资产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什么 应该选的是C和D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 选项A是错误的 固定资产按直线法 来匀速的既提折旧 每年既提金额是一致 并不会体现它谨慎性 固定资产 如果一旦采用的是 加速折旧法 既提折旧的时候 或者是双倍 就是双倍优地减法 那才真正的体现 因为刚开始提的特别多 价值抵减的倍快 然后选项B也是错误的 体现的是重要性 您看什么叫谨慎性 不能高估资产 不能高估收益 不能低估负债 不能低估费用 所以说当你销售人员 夸下海口了 你卖出的东西 你认为很可能 得发生保修义务 你发现可能有bug 有问题 人家都得回来找你维修 这时候你就要确认负债了 你一旦确认这个预计负债 你确实就没有低估你的负债 说明你就很谨慎 说明你的会计信息 就符合我们的质量要求了 后面对售出的商品 很可能发生的 我们就确认为预计负债 还有计提各项资产的简直准备 还有对很可能承担的环保责任 确认为预计负债 这个很可能承担的环保责任 是到终极才会涉及的 这都是体现出 此时此刻本着谨慎性 不能高估资产 不能高估收益 也不能低估费用 将来的费用可是少不了的 我还花 所以你现在就要确认 是你的负债 就要预计负债 对吧 好这个题还很重要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判断题 他考的是可比性 要求企业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和会计处理的程序 前后各期应当一致 不得变更 你看这里面说的可比性 什么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比如说我们企业 对原材料用的是先进先出法 现在我不想用先进先出法了 我想用月末一次加圈平均法 或者我想用什么移动加圈平均法 行不行呢 其实是可以的 不是说不得变更 是不得随意变更 一旦变更完之后 你要在报表附助里面做说明 我的原材料用原来的什么方法 变成了现在的什么方法 就不能随便瞎变 但是如果你觉得现在用月末一次加圈平均法 给大伙提供的信息更可靠 更准确 那你就可以改 所以不时宜永远不让改了 对吧 你看可比性要求企业采用的 会计处理方法和快计处理程序 前后个期应当一致 不能随意变更 不是不得变更 所以判断题经常在这设计 好 那么第三 前前三节也就是这些点 它考的概率都不是特别的多 你发现了吗 会计信息八个质量要求 只提到了可比性 谨慎性和重要性 然后第四节呢 会计职业道德 我倒不建议大家 现在就玩命学它 如果你其他章节还没学的话 这个可以搁置一下啊 因为关于会计的职业道德 是今天教材虽然新增的 但是他如果考就是一道选择题而已 大家给我看看 考什么 他就会考 会计职业道德 包括哪个八个方面 当然这八个方面 您现在也没有必要背 如果您听过基础班的话 您会发现当时我给您一个一个的讲 您当时背下来 现在还记得吗 肯定不记得了 他就是考前玩命 贝贝就行了 你看根据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会计职业道德内容的 是什么呀 你需要爱岗敬业吧 你需要客观公正吧 你需要强化服务意识吧 你需要参与管理吧 所谓的参与管理 不是我们会计里面有三个拓展职能吗 对吧 你要参与管理啊 所以你看这小题肯定选的是A B C D 会计职业道德主要包括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连结自律客观公正 坚持准则 这包括基本准则也包括聚集准则 提高您的技能 参与管理强化服务 八个方面的内容 到处死记应备就OK了 没必要现在记啊 然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 我们第一章当中的第五节 内部控制的基础 在内部控制里面有一道题是必考无疑的 大家看看就这个题 下列各项当中不属于内部控制要素的 你要知道内部控制是五要素 那么当时我们在给大家讲基础班的时候 我们说有个词叫做 啊内 当时我们给大家就是说有有一个什么 你看就是那个当时我跟人家说的是 内封控信内 说内封控信内 说那有一封控告信啊 内封控控信内 那么这个内呢指的是 你得有内部环境 那你要做内部控制的话 你的内部环境要好 要是老板娘一个人说的算的话 内部环境不行 你就别做内控了 没有用 所以我们说内封控信内 内封控告信的 那意思有人控告你了 对吧 你记住这个第一个字 所以这个内呢指的是内部环境 第二个呢是风险评估 你评估一下你的风险 比如说你认为 哎呀我们公司不用有内控 为什么我们这是全是当兵的 我们这人素质都特别高 不可能丢东西 不可能丢钱 那你可以不做内控啊 所以我们要做风险的评估嘛 还要做控制的活动 对吧我们怎么控制 不能说一支笔啊 谁一欠字就能把钱支走了 肯定不行 所以我们说内封控信 信就是信息与沟通 就是上下级之间随时都要联络 越联络 你会发现他的内控做的就会越好 互相都通气嘛 然后内部监督啊 一定有内部监督的机制 就是我们做的内审人员 当时基础版讲的非常详细 叫做内封控信内 各自表示什么 您看一下 那么您看 教育应该选什么呀 首先 内有 内部的环境 最后有内部的监督 还有控制的活动 还有信息与沟通 有没有控制风险啊 没有 控制风险一看就是 轰隆您的 它不属于内部控制的要素 所以应该选的是什么 哎 这个你现在千万别背 没有用 这都是很机械的 考前 咱们这个五月七号考试 你五月一号背都早 不要我说 就是五四青年节那天背 正好啊 内封控信内 知道一下就完了 其实到这为止 我们已经把第一章 关于概述的内容 给您都梳理出来了 梳理完以后 你会发现 第一节里面 它是必考会计的职能 你把两个职能 两个基本职能 跟三个拓展职能分开 就行了 然后第二节当中 它是必会考到 关于四个基本假设的 这四个基本假设当中 比较爱考的是 会计分期 还有持续经营 而且它还比较爱考的是 全责发声制 跟收复实现制 因为这是一个基调 定下来以后 您到第七章 您才知道 现在您该不该确认收入 您才知道 您现在该不该确认费用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节 然后第三节当中 比较爱考的 就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比如说谨慎性 是比较爱考的 完了 然后第四节 关于会计的职业道德 那八个方面 第五节 关于这个内部控制的 这个五个要素 了解即可 好第一 我个人啊 认为第一章 它考试的时候 最多能考个七分左右 这七分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点 就基本上包括了 就够了 就七分左右 然后第二章 会计基础会考八分左右 就这两章 加起来也考了15% 您要说 让我具体的参考 没有可参考的 因为今年教材的顺序和结构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就认为第一章 跟第二章加起来就15分 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章 关于会计的基础 在会计基础里面 您会发现 真正的就摸到会计的内容了 它开始讲会计的要素 您得知道 会计有几个要素 六个要素 这六个要素贯穿五学习的始终 就即使您考完初级以后 您再考中级 您看他教材怎么编排的 他不还是先给您讲资产 再给您讲负债 再给您讲所有者权益 再给您讲收入 然后再给您讲这个特殊问题吗 等到您考铸块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编排的 所以你看到中级的时候 是不是上来就给您讲存货 就给您讲固形资产 就给您讲无形资产 还不都是在讲资产吗 一定是先讲资产 再讲负债 再讲所有权益 再讲收入 再讲利润 这六大要素 现在已经全世界通行了 不是中国的 是世界的 现在我们的财务制度 跟税务制度 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对吗 所以您看一下 在第一节里面 他会考到什么内容呢 他会考到会计的六大要素 像这样的题目 比较 就是比较活泛了 您看啊 他说下列各项当中 同时引起一项资产增加 说另一项资产减少的业务是什么 那么我们再讲到 六大要素的时候 您得知道 他组建了三大等式 第一大等式 就是资产等于谁 等于负债 看着啊 资产等于负债 加上所有者权益 对吧 然后您知道 第二大等式呢 是收入减掉费用 然后等于什么 对 等于老板赚的钱嘛 就等于利润嘛 然后第三大等式 我们在基础版讲过 相当于是 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然后加上括号 收入减费用 其实就加上利润嘛 第三大等式 是把第一大等于 跟第二大等式 传到一块去了 对吧 但是现在这要题 他问的是什么 下列各项当中 同时引起一项资产 另一项资产 说明跟第二大等式 就没有关系了 那好 我们就根据第一大等式 来进行推理 您来看看 他说 A选项销售商品 预收货款 首先在销售商品的时候 你商品就要归入到 第14号 收入准则管理 但是我们的收入准则 可是一个新的收入准则 所以财政部 针对从国外 copy来的新收入准则 我们可是新设置的 几个科目啊 按照合同的约定 提前收到的钱 可不再用原来的 预售账款了 而是用财政部 现在新设置的 合同负债了呀 对吧 有合同负债 有合同资产 有合同取得成本 有合同履约成本 在这一点上 咱不得不说 因为我们的准则 是从国外copy的 那么国外呢 他特别注重合同两个字 可能在欧美那些国家 他认为合同 就是一个很有法律效力的 这么一个文件 但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呢 可能很多人都说 合同不就是废纸一张吗 对吧 我就是跟你签合同了 我不跟你签又咋地呢 但是我们毕竟 从国外copy的 所以你看科目的名字 都是合同两个字打头了 合同两个字 所以他们在交易当中 还是比较给合同赋予了 很高的一种地位 了解一下 在这里面他说 销售商品预收的货款 那么这时候我们一定会是 借银行存款 代合同负债 那么此时相当于是 银行存款增加了 合同负债也增加了 那就是负债呀 题目问的是什么 同时引起一项资产增加 另一项资产减少 那说明不能用到负债 不能用到所有权益 A肯定不对 A用到资产跟负债 两者了 再来看一下 B购买原材料 给人签发了一张商业成队汇票 那你购买原材料 买进来以后 就入了你的仓库了 你的资产肯定就上升了 但是你给人钱了吗 没有 你只是给人家开了一张 商业成队汇票 我们后面就会讲到 但凡带成队两个字 都商业汇票吗 说明你还没给人付钱 是你的负债增加了 所以资产上升了 负债也上升了 B也是资产上升 负债上升 也会用到负债了 再看一下C 说预付材料采购款 当你给人家 比如说想买你的货物 或者想买你的原材料 这个时候 人家卖方说 你先勾打预付款 那我们就预付好了 预付材料采购款 我们就会借预付账款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财政部 可没有说不用预付账款了 给你用什么合同预付啊等等 没有啊 我们还用原来的 借预付账款 带什么 银行存款 你看 当我们借预付账款的时候 我们资产上升了 但是我们带银行存款 我们带银行 给它转账转出吗 所以我们的银行存款 这个资产又变少了 当我们去预付材料 采购款的时候 确实是 一个资产上升了 预付账款上升了 一个资产下降 银行存款下降了 所以你看 一项资产增加 另一项资产减少的 就应该选的是什么 选的是C 您再看一下D 收到的是存入保证金 这个存入保证金 跟存出保证金 你得分清了啊 存入保证金 是人家搁到你这儿 但是个保证金嘛 就类似于是押金一样 过两天人家还要取走呢 所以这时候 对于我们来讲 收到钱了 确实银行存款增加了 资产增加了 但是我们的负债 也跟着随着上升了 是一个资产上升 一个负债 也跟着上升了 所以当然不能选D 作为选项A来讲 借银行存款带合同负债 是不是银行存款增加 合同负债增加 资产跟负债同时上升 您再看一下选项B 借原材料 带应付票据 资产增加 负债也增加了 您再看选项C 是不是借于负债款 带银行存款 一个资产上升 银行存款给人付出去了 就下降了嘛 所以资产增加 资产减少吗 您再看 借银行存款带其他应付款 因为是负债嘛 其他应付款 看其他应付款 所以资产增加 负债也跟着增加了 这种题目就很活 但是您也得结合着 后面讲过的那些内容 你得会做会计分录吧 那有人总爱问我 老师这些会计分录往哪写呀 没地儿写呀 还有人问我 老师这T字形账 这钉字账往哪写呀 没地儿写呀 这都是我们为了教学的过程当中 用到的辅助性工具啊 您说我们真正在实际岗位上 我们一操作的时候 我们上手一拿 就是一张原始凭证 根据原原始凭证证明 这个经济也有发生或者完成 根据原始凭证 立马就拿出收复转的记账凭证 写完了收复转记账凭证 立马找账本 登账本 登完账本到月底 立马出报表 我们往哪去写钉字账啊 我们往哪去写借贷方啊 没地儿写 从来没写过 这些都是在没学过会计之前 我没学过怎么办 我得学呀 学的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 就是全世界 也都是用这种方式讲的 觉得大家好像用方式学完以后 就能实际操作了啊 就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 借账还是代账 不就这意思吗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就在写记账凭证的时候 虽然我们说记账凭证 小名叫分路凭证 但是他也写的 并不是借冒号带冒号啊 他也是直接往阁里面去填 对吧 而且现在大部分企业 全都是用有软件 经典软件 只要把原始凭证一输入 那个前数咔咔咔 全都自动打印出来了 所以这些会计将来越来越体现分析 什么叫分析啊 就是准则一旦颁布以后 就看你能不能把这个准则背后的道理 叨弄出来 你叨弄准则背后的道理 其实就是按照基本准则的那些思路 比如说什么全责发生制了 什么保证会计信息质账要求了 给报表使用人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了 就这个意思 你要说实际操作太简单了 有人竟问我 考过初级以后没干过 说怎么上岗呀 但凡会了理论了 一个礼拜保你就门清了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你看看这个啊 这也是单项选择题 他说对会计等式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权益的描述当中 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个 首先你要知道 这是三 我们六大要素吗 这是前三大要素 对吧 这三大要素都是什么数呢 都是个十点数 就是到了1月31号 有多少钱资产 到了1月31号 这资产当中有多少是负债 有多少是股东们投的 它是个十点数吗 所以您看一下A 他说这个等式啊 反映了企业在某一个特定时点 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迎来一个特定时点 我们马上要迎来的就是3月31号 因为今天都3月25号了嘛 马上就要迎来3月31号这个特定时点 看见了吗 反映企业在某一个特定时点 这个企业资产是多少钱 负债是多少钱 所有者权益 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这一看就是对的呀 所以每道资产负债表日 你比如说华为公司的老总 人总 他不得看看到3月31号了 对吧 我们资产有多少个亿 我们负债还差银行多少钱 他不得心里有数啊 所以他就是个十点数 他就是个十点数 您看B选项 他说反映了企业 在某一个特定时期 他的资产 他的负债 他的所有的权益之间的平衡关系 不对 六大要素啊 各司其指 前三大要素 体现的是十点数 就是到了这个点 很敏感的资产负债表日 他有多少资产负债所有权益 但是呢 他还有后三大要素 收入 费用和利润 那才是十七数 那才是真正体现出 我3月份有多少钱收入 我3月份有多少钱费用 那我3月份的收入 比如说4000万 我3月份的费用是2000万 好差 那个差 差了2000万 这2000万就是我赚的 所以这后三大要素 体现的是一个十七数 就人家各司其指 前三大要素 体现十点 我有多少资产负债等等 后三大要素 体现出我的动态 十七 我挣了多少 我收入多少 我费用多少 特别好 看出来了吧 所以这个错就错在什么 别说十七了 他不对录 再看 C 他说资产负债及所有权益 是构成资产负债表的 三个基本要素 我们到第八章 就会讲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因为今年教材 给咱增加了一个现金流量表 我跟你说 现金流量表 别说初级了 就是你考铸块的学员 他也照样是不容易会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金流量表 只要把基本内容掌握了 就是给你讲的什么 直接法间接法 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 他绝对不会大量出题的 你不学都没关系 我们在初级阶段 还是要掌握资产负债表 它是最最重要的 资产负债表里面 就是三个要素 别看他叫资产负债表 但是他这表里面 既要体现资产 又要体现负债 还要体现右下角的所有者权益 所以这个一看就是对的 再看第一 反映了资金运动 三个静态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个静态要素 我们会计核算的全是 跟资金运动有关系的 只要跟资金没关系的 会计根本不合算 为什么 因为会计有四个基本假设 最后一个必须要货币计量 如果你不能给他用货币来计量 他就体现不出来资金 那更别提资金的运动了 我们根本就管不了这事了 他不折成钱 我们就不管他了 因为会计归根结底 要跟钱数打交道的 所以但凡 他能折合成钱 他必须要折合成钱 因为会计四个基本假设 最后一个货币计量 所以他一定是跟资金有关系的 那么反映了资金有关系当中 三个静态要素 这句话是对的 问哪个是不对的 一下就把币选出来了 看见了吗 是静态的等式 反映了某一个特定的时点 一个是特定的时点 绝对不是特定的时期 好这个提议也很重要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我们讲过会计有六大要素 然后我们每一个要素 比如说资产 我们先到底要确认不确认它 对吧 说会计有两个最基本的智能 第一个就是核算 核算是有动作的 确认 确认 那怎么确认呢 那符合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啊 符合不符合资产的特征啊 比如说是不是过去的交易 或者事项所形成的啊 是不是比我企业所拥有啊 将来能不能给我带来经济定义啊 这个设备买来以后 那它一开工 是不是就会做出来矿泉水 做出来矿泉水以后 把矿泉水一卖 是不是人家就得给我钱啊 这就表示它符合资产的定义啊 那么一旦符合资产的定义了 那是我们的资产 马上就会面临着 确认为资产以后计量啊 到底写多少钱啊 那么计量的时候 我们一共有几个方法呢 一共是五个方法 其实在这是非常抽象的 特别抽象 比如说我们在讲到政府会计的时候 人就会说在政府会计里面 它的资产这个要素计量的方法有什么 负债这个要素计量方法有什么 有个名义金额 您记得吗 那么在资产的时候 它的这个计量的方法当中 就有个名义金额 但是政府单位的负债 就没有名义金额 所以说人家在讲到政府会计的时候 他会给你分资产 他这个计量的时候多少钱 有方法 是历史成本啊 是供运价值啊等等 但在我们企业会计里面 你会发现他就给你五个方法 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 可变现净值 限制 供业价值 在基本准则里 就这五个方法 到底什么情况下 该用哪个方法 他都没有给你明确指出 他只是说 只要不能用重置成本的 只要不能用可变现净值的 不能用限制的 不能用供业价值的 都用历史成本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的 所以说我们资产负债所有的权益 收入费用 在进行计量的时候 那就得看具体的准则 有没有要求 对吧 比如说我们学交易性净资产的时候 人家说了他就用供允价值 那他用供允价值 就别用历史成本了呗 就别用限制了呗 但是我们在讲可变现 在讲存货的时候 说的存货 他每到资产负债表日 要用可变现净值 这样的计量属性 那你就知道了吧 所以会计我跟你说 最难的我个人认为 就是他的计量的属性 这五个 或者叫做计量的方法 到底在确认资产负债 收入费用的时候 到底用哪个方法 你这个得越学 就越自己去归纳总结 它是一个没有定论的事 所以很麻烦 大家看一下啊 他现在说资产 他没说负债啊 他说这个资产呢 得按照购置时所支付的现金 或者当时的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来计量的那个价值 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 所付出的那个对价的公允价值 来计量 他就称之为要什么方法 称之为什么方法 现在说的是六大要素当中的 第一个要素资产 然后他说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 公允价值 限制五个方法当中 还缺了一个可变线净值 对吧 那么这时候你看 哟公允价值 那肯定称之为叫公允价值吧 这可不对 我们说什么叫历史成本啊 千年的文字会说话 比如说我38年前 买了一辆小汽车 花了200万 我38年前那不200万 那是公允价值200万 他就值200万 我愿意花200万买 他也愿意200万卖 当时就是个公允价 那对于38年后来讲 这个就是个历史成本 所以历史成本 他体现的也是当时的公允价吧 是不是也是当时的公允价 所以在这里面 他说资产按照购置时 所支付的限制 就是你买的时候 到底值多少钱来进行计量 那么这时候的方法叫什么 就叫历史成本 它不叫公允价值 所以您看一下 是不是 在历史成本计量下 资产按照购置时花的钱 然后或者按照购置时 所付出那个东西的公允价 这时候大家学说 哎呀我在学这个五个计量属性的时候 我觉得被蒙特别正常 你越学 其实在计量属性上就会越蒙 因为国家在就是 确定这五个计量属性的时候 他也是很很泛泛的就确认出来了 他也没有给你具体的去讲 什么情况下用哪个 他也讲不过来 因为我们具体准则就有40多个了 每一个具体准则当中初始确认 完了以后初始计量 应该用哪个方法 然后这个期末计量用哪个方法 他一对一的去写很麻烦 所以就只能靠你自己去 而且你发现了 在基本准则里面就这种话 说的特别的晦涩难懂 像这样的题 您只要会做就行了 不需要深究 千万别深究 千万别说什么叫 到底什么叫历史成本 到底什么叫供应价值 他说什么 你就稍微记一记就OK了 千万别在这纠结时间 再来看多选题 他说某项经济业务的发生 没有影响所有者权益 则可能会导致什么 他又在考会计的第一大等式 因为他在考会计的第一大等式 就在考会计的前三个要素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他告诉你 某项经济业务的发生 就这个事的发生 没有影响所有权益 也就是所有权益没有变化 原来是30万还是30万 没变化 那么则可能导致什么 你具体的业务发生了 那你有可能资产也上升了 负债也上升了 开了一张商业汇票 就买了人家原材料 这不就是资产上升 负债上升吗 你看他说的是 资产跟负债同时增减 对呀同时增 同时减 行不行 同时减也可以 哎呀我欠银行钱该还了 那我赶紧去还 我一还 我的负债就变少了 我不得拿钱还吗 我的资产就变少了吗 所以你看A选项 应该选吗 应该选 当所有者权益不编的情况之下 他的资产跟负债可都是处于等号的 左边和右边 那么为了保持等号相等 那一定是左边上涨一块 右边肯定跟着上涨一块 左边下降五毛 右边肯定跟着下降五毛 所以A肯定是对的 再来看他说 资产跟负债一个增一个减 当所有者权益不变化的情况之下 资产要是增了 负债肯定跟着增 负债肯定跟着增 不可能是减下来的 所以B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C 资产内部一增一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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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太简单了 那太多的情况了 我们把钱存到银行 我们从银行把钱取出来 或者我们给人打了预付款 或者我们给人钱买了原材料 这不都是资产内部的一增和一减 它也是等是等号 一定还是相等的 对吧 肯定是 所以资产内部一增一减 是啊 然后再看一下D 负债内部的一增和一减 对啊 负债内部的一增和一减 我从这个这个千人钱应付账款 然后人家债权不愿意了 非让我给他开一张商业汇票 但不就是变成了由应付账款 变成应付票据了吗 对吧 或者是我拆了东墙 补了西墙等等 那都是负债内部的一多和一少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的是什么 可能导致ACD三种情况 但是B是不可能的 您看资产跟负债在等式的两方 一个是左边 一个是右边 要保持等式的横等关系 是同增同减的关系 不会出现一个涨 一个跌的变化 如果是一个要素内部的变动 则是一增和一减的变动 所以你看啊 这个会计的原理啊 什么六大要素啊 什么三大等式啊 它直接支撑着你所有的会计内容 你只要把基本原理搞清楚了 日后你再做出任何一笔会计分路 你能不能看出来 只要是这笔会计分路 你没有用到所有权一类的科目 只要资产占了借房了 贷房一定是负债的账户 所以你写出这笔会计分路 你就能自己分析出来 对还是不对 如果你发现 又贷房我写的是一个所有权益类账户 那就不对了 对吧 如果说这个业务没有用到所有权益 你凭什么用所有权益类科目啊 对吧 好 那么应该选的是ACD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题 他说下列各项当中 又提到了会计等式 他说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权益 说左右两边金额 得保持不变的交易或者事项有什么 您看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说保持不变 我们只是说相等就可以 原来是100万 左边是100万 右边是100万 但是现在如果有了A选项 你可能左边变成170万 右边也变成170万 对吧 那就同增了吧 有可能呢 左边变成20万了 右边也变成20万 那就同假了嘛 所以我们说他这里面 他只是说相等就OK了 他没有说保持不变 但是这道题就不一样了 这道题说的是左右两边的总额保持不变 左右两边总额保持不变是什么意思呀 比如说他的资产是1000万 他的负债呢是400万 那您看他的所有者权益说上 对呀 他所有权益那肯定就是600万嘛 这不就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权益了吗 然后他说了 在会计等是1000万等于1000万的情况之下 左右两边总额保持不变的是哪个 您看一下A选项 他说股份有限公司 现在宣告发放现金鼓励了 我们可在所有权益第六章讲过啊 股份有限公司宣告发放现金鼓励 比如说宣告发放50万的现金鼓励 那么这笔会计分数应该怎么写 借利润分配啊应付现金鼓励啊 代应付鼓励啊 50万呀 那您看看是不是您的负债就变成了450了 您看看 你是不是要多了一个应付鼓励50啊 但是您的所有者权益 您是不是借的利润分配应付现金鼓励啊 利润分配是所有权益类的 搁到街坊边变少啊 您看看是不是就变成了600减50等于550了 还真的550了 那您看看是不是依然还是1000啊 是不是1000等于450加550 所以A他确实左右两边的总额保持不变 确实没变还是1000 再来看一下B选项 他说我这个企业啊 采用会员制经营方式 我就预收了会员费入账 那我预收了会员费 您说我的资产涨没涨 当然涨了 原来资产是1000 我预收了20万 就变成1020了 但是我是预收的呀 还没有给人家提供服务了 某一个时段内旅行的服务 那么表示我欠人家的负债呀 所以你看 是不是我资产涨了20 我的负债也涨了20啊 就变成资产变成了1020 那负债呢 就变成了450加20 470 它没有影响到所有权益 所以所有权益还是550 你看是不是 它就会使左右两边 不是保持不变上升了 那B就不能选了 再来看一下C 说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 我们说上市公司要想减资的话 只能以回购本公司股票的形式来进行的 那么当他在回购本公司股票的时候 他不得花钱呀 现在说了我要回购100万 那你得带银行存款100万啊 你得借库存股啊 你库存股只要一涨 你的所持权益就会下降 因为库存股是所持权益的背底呀 你看这笔经济业务 站在1000的基础上 是不是你的资产就变成900了 然后您的负债没有变化 是不是您的所有权益就变成450了 您看900 不是9000啊 是900 橡皮擦 900 你看 你看 是不是他就变成了 左右两边不是保持不变 都下降了 嗯 对 那这要题他问保持不变的是谁 A是保持不变的 B是上升了 B是上升了 C是下降了 再来看一下 D 说收回了预付包装物的押金 我提前预付给别人一个押金 现在我收回来了 那您说这是属于什么 我预付给他押金的时候 那是其他应收款呀 那是资产呀 现在我收回来 相当于是其他应收款 从贷方变少了 但是我银行存款变多了 这是我资产内部的一个少一个多呀 所以我的1000万变了吗 没变 而且D选项这个业务没有用到负债 没有用到所有的权益 它是资产内部1000里头增加了多少 比如说增加了25 又减了25 所以他依然还是左边右边 等等等你1000 那么这要题应该选什么 应该选的是A和D 看见了吗 应该选的是A和D 您看选项A 当这个企业宣告发放现金鼓励 它的负债就会增加 所有的权益就会减少 等是左右两边总额不变 但是您看选项B 预收会员费资产增加 负债也跟着增加 等是左右两边总额就增加了 您再看选项C 回购本公司股票 资产减少了 所有的权益减少了 等是左右两边都减少了 您再看选项D 收回预付的包装物的押金 资产内部的一增一减 等是左右两边总额还是不变的 所以这道题考的有点小难度 你知道吧 是有小难度的 这是我们去年考的真题 你看每一项经济业务的发生 所谓的经济业务 就发生一个具体的事儿 他说都必然会引起会计等式的 一边或两边 会计等式的一边 就是资产内部 或者是负债内部 或者是所有权益内部 或者是负债跟所有权益之间 对吧 就以等号为界限吗 左边 右边吗 就两边吗 对吧 有关项目相互联系的发生 等量的变化 当涉及会计等式的一边的时候 有关项目的金额 发生相反方向的变速 资产内部一多一少 或者你负债一多 所有权益一少 或者你所有权益一多 负债一少 对吧 然后他说如果当涉及到会计等式的两边的时候 那就是同增同减 只要涉及到等式的两边 不可能资产上升了 然后负债没变化 所有权益下降 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有关项目的金额发生同方向的等额的变动 这个变动即包括多也不少 无论哪种情况 始终不会影响会计等式的平衡关系 我们说的是不会影响它的平衡关系 就是不会影响它相等 但是并不是说他左右两边的金额永远保持不变 那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业务一千万永远都是一千万 不会涨到一千零一十万吗 你得看 对吧 只能说它相等 不能说左右两边的金额保持不变 那要保持不变的话 说明你这一年一笔业务都没有 那就是不变 你但凡有了一笔业务 收钱了 花钱了 卖钱了 买东西了 你都会影响它的金额 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我刚开始干买卖的时候 你看我有三千万 你看现在我这三年五载的 我都有一个亿了 它肯定会有一个变化 对吧 但是它的等式依然相等 这个公司的资产永远等于负债架缩的权益 就这么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判断题 你看这个判断题里面又考到了 关于会计六大要素有五个计量属性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个计量属性 叫历史成本 就是你曾经当时你花多少钱买的 然后还有一个计量属性 或者计量方法就是公允价值 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这个概念又是非常灰色难堵的 连财政部的人自己都承认 这个东西就是翻译过来的 不好理解 什么叫公允价值 就是指市场参与者 买股票一方 卖股票一方呗 然后在计量日 计量日就是资产负债表明 3月31号 4月30号 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当中 我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的钱 或者我转移一项负债所需要支付的钱 当然我们在初级阶段只学到了交易性金融资产 没有学到交易性金融负债 对吧 我们就说交易性金融资产那件事吧 比如说我在3月 就今天3月25号 我花了200万买了中国工商银行的股票 中国工商银行最牛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银行 所以ICBC就是爱存不存 大家都知道对吗 那么在3月25号我花了200万买了ICBC股票 等到3月31号的时候 我当时买完以后就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来核算了 3月31号的时候呢 它当时值多少钱呢 275万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3月31号的时候 如果我不想持有中国工商银行的股票了 我立马就把它卖掉 我能卖多少钱呢 我能卖成275万 那说明当天的收盘价 谁卖都是能卖成这个价的 所以这就体现出来了 供应价格就是市场参与者 我买股票的人 在3月31号发生的有序交易 所谓的有序交易就是什么 我不能强迫人家买 不能强迫人家买 那成黑社会了 它在有序交易当中 我出售我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能收到的钱 人家这个上海征券交易所告诉我 现在要卖的话 你收那些股票 爱存不存都卖掉 就是275万 这就是能够收到的钱 这就是我的供应价格 所以你看 是不是如果我不卖 我不舍得卖 那么我在3月31号的时候 我要不要做账 要 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明确规定的 它是用的供应价值技术 期末计量 或者叫做后续计量 都一样啊 那么此时我就应该在初始入账 200万的技术上 我们要写借交易性金融资产破诊号 供应价值变动75 然后代供应价值变动 随意75 是不是这意思 对 所以这就是就结合着我们 第三章就会讲到那个交易性金融资产了 那您看看这个判断题对不对呢 完全正确 所以在六大要素的计量属性这 历史成本爱考 供应价值爱考 这两个是比较爱考的 所以它各自的概念 你要给我就是有针对性的记忆记 你看 那刚才我们在讲到历史成本的时候 也提到供应价值这四个字了 但它并不是供应价值本身 那么用到供应价值的时候 您看看 它倒没有提到真正的供应价值 你看见吗 真正提到供应价值这个计量属性的时候 它并没有用到供应价值这四个字 看见了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个点